哎呀吃晚饭现在是晚上的差不多八点钟啊八点十八分今天是几号十五号 其实这个视频很早就想录过现在麦克风声音不知道怎么样我听不到我自己这个就是 Apple的麦克风这一集跟大家聊聊 或者我流量最高的十个视频 在我的YouTube还有在我的个人B站就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是这十个视频 首先我拍了这个频道开始接你的频道差不多三年吧 这三年多我没有主要的去推行我的频道 就当我拍了视频我就放上去 所以这些流量没有任何的水均就是真实的一个数据 可能有些人可能这个是第一给我自己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 所以这集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的视频所有都是随时录制 没有任何的质量可言就是想拍什么想讲什么拍了就放上去 然后这个流量基本上都算属于真实的流量 所以我也没有在任何的群里面去分享 如果有分享的话都是人家去分享 然后分享在不同的地方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自己是没有主动的要求别人去分享 就我没有发给朋友说你报分视频或者是什么没有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我B站的流量这个 这个是我YouTube流量 这个就是我B站流量的最 八个视频吧 算是B站可能只显示八个视频 所以这就是我最多播放的视频 我们先聊一下B站 首先这八个视频第一个就是我拍摄显示摄影 这个是2017年9月8号上传的 然后这个的流量是27万 这个是我这个视频让我认识到了B站的小朋友们 以前我还会很耐心的去一个一个去解释 但现在我开始明白这游戏怎么玩 反正这个是让我成长的一个视频27万的流量 这是很正式的流量 我没有想到这视频会那么多人 也是可能也是在B站骂的最惨一个视频 也不算骂B站讨论最激烈的一个视频 算了这个过去13秒可能就是拍的短 但是这个27万其实好像是三年 而不是 两年前就已经达到20万 所以这个增长之后 一年之后 这个基本上这个流量没有任何的变化 最多就是几百几百的变化 然后第二视频 流量最多的视频就是这是一百万人民币96TB的网盘开箱 其实我觉得这视频成功可能就是因为这钱 所以凡是你会发现在在泰特或者在标题里面有任何一百万或者几百万一千万什么这个开箱都会有人进去看 这个我发现懂的人不是太多 我也我也拍了第二集进去看 我发现基本上很多人看了 就以为自己懂 然后就离开了 其实很多人并不在 我就发现并不是太多人知道我讲的是什么 但是 anyway不重要 这个 但是我至少让我认识到 其实可能很多专业人士在网上面 他们是从来不留脸的 然后这句话的反向你们自己去思考 就我里面知道就基本上十个留言里面我就知道有多少个人是真正懂的多少个人可能是不太懂 所以我就不放在心上 但是我就大概知道大家的大家的知识点在哪里吧 知识点knowledge 或者知识点 或者知识的方向 知识的深度 知识或者需求的量 凡是做多媒体的或者拍摄视频的 如果你告诉我硬盘很便宜的话 算了 那我们就是还是不要聊下去了 好 第三个流量最大的最高的视频就是 那时候我买了iPhone X 然后就去苹果专卖店去贴膜 这个视频没有任何的声音 只是两分四十五秒 没想到这个有七万多流量 我不知道那些人 应该是靠奇 他们在给 那时候给的是差不多30英帆 就是298人民币的一个贴膜 如何再用机器上贴膜 这个就是在苹果店 那时候是随便拍的 那时候就说为什么会 其实这三个视频可惜的是当他流量那么高的时候 那时候B站还没有什么鼓励计划 就好像钱还后面的钱有收到一点点 那是不是太多 所以那时候钱还没收到 然后第四个流量最多的视频就是我的iPhone X XX那时候买了iPhone X 然后然后iPhone再X 这个真的是很差 那时候退货的感受 这个是那时候退六分多钟了 然后流量两万多 我没有任何的我就发现 凡是关于苹果或者是机械或者手机开箱流量 这些流量基本上就在可能就前三个月就定型了 所以七万多在拍摄视频三个月之后基本上到现在没有什么变 没有变 所以这个就是这些的开箱视频基本上靠的就是可能就前三个星期 甚至前一个月的流量之后基本上你赚不到钱 就这些视频没有什么的流量价值 然后第五个第五个这个是我很吃惊的就是真理320真理8020d 坚定影响的开箱体验 其实当我拍的视频的时候我没想到这个视频 其实那时候我每个每天不是每个星期 就基本上几个月我会看一次我最多流量视频 我没想到这个视频是反而在我拍摄 这是2018年拍摄一年多前拍摄 它的爬升是很奇怪的爬升 就刚拍摄的前三个月六月没有什么的流量 但是这流量在一年就现在差不多一年 所以一年多之后就会流量会基本上算是一个很有厚力 就很有厚劲的一个视频 所以这些视频属于一种黑马就刚开始拍摄的时候 你不会一下子就有流量 但是2.2万的流量 我相信是很多人在想了解这款产品 然后想了解这个影响 然后说找到这视频 所以这个就是不是属于趁热点 所以像iPhone X X 这两个视频属于趁热点的流量 而这个视频属于后劲的流量 所以后面的时候他就慢慢的把这些信息给流下 所以我们想到这个 可能我因为这个后面我录了一些测试 所以这个是蛮让我惊奇的一个流量 这个也是最让我惊奇的流量 但是这三个我预料得到 但这个是我预料不到的 就真理的20D的开箱视频 然后第六个 第六个就是2018年 然后我就也拍摄了一个 为什么我还喜欢2015年的MacBook Pro 这是三年之后的一个产品 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没有热点 就没有趁热点的一个产品 但是那时候我还在使用 现在你们看的这个MacBook Pro 还是在录制这个视频 还在使用 所以你看到风扇还是在运转 我还是蛮喜欢的 到现在2020年 现在6月 哇 两年了 我还是买 我还在用着 我很喜欢这个MacBook 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这个MacBook 15寸的MacBook Pro 我没想到这个流量也会去到1.8万 这些流量我没有任何在群里面任何分享 我也没有在我的朋友圈分享 我就是拍了上传 所以人家找的视频 因为这流量应该就是搜寻 人家在搜寻当中或者是 看了的人 然后分享出去的流量 还有就是 这1.6万 这个我大概猜到了 就是那时候我看到这个iPhoneXX贴膜 这个膜 然后之后10个月之后 它有一些 我就把它拆下来 想拍个视频拆下来 这个也是1.6万的流量 但是这个流量基本上就拍摄完后就定型了 然后还有这个就1.6万 就使用iPhoneXX一个月后的分享 这个1.6万也基本上定型了 说不定我还可以拍一集使用iPhoneX三年后的 是不是三年三年后的感受 我想到一转眼我的iPhoneX就用三年了 所以这个就是B站的流量 所以B站流量我发现一个特点 就基本上它很难有黑马 所以你拍摄视频之后 你前一个月如果流量是多少 基本上就在那里定型了 因为B站它的 整个的流量就像文化一样 它可能上传的很多 up主也很多 所以竞争也很多 然后或者是太多视频给人去流量浏览 所以这基本上我靠的就是粉丝 好像现在我的粉丝 我的粉丝B站好像是 我忘记了是不是三万多 三万多吧好像是 你们可以去我B站去看 所以这些流量就是我三万多的流量 所以我现在每上传一支视频 它的一个视频 我的每天 就我讲的是24小时浏览的人数 大概可能有200到300 所以我猜到 我估计可能有200到300人 是比较固定的我的订阅者 所以虽然我有那么多的订阅者 但是比较固定 或者比较把我放在 或者是比较真正了解我 想看我视频的 可能估计有200 这个是很现实 保守估计的 可能更少 可能就算20 20 30人 所以这个我不在乎 但是我是想了解这一个领域 所以这个就是我所分享 我所学习到B站所学习到的一个文化 所以这个没有好与坏的分别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很现实 很真实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些的流量 就基本上就是B站的流量 或者就是没有任何的推销 没有任何的营销 这个就是整个真实多媒体的一个想法 而这多媒体没有画任何的视线 好这是我的B站 看我B站 来我的Y站 Y站 或者油管 YouTube 我就看前八个视频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前八个吧 所以你看到 共同点的一个视频 就是真理的 320D的 看一下 就表示 这款喇叭 真的 为什么会 这个在流 这边是流量 流量最高的就是我的 当然就是跨四 跨越两个世纪 我把它放大一点 再放大一点 把它移过来 跨越两个世纪的L35V 这个是流量最高的 就差不多一万七千 这个是我很 这个是刚开始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猜到应该会 而这个流量它不是一下子出来 这个就是属于我YouTube的一个黑码 这个视频我有赚了很多钱 可以讲 这视频我的拍摄成本 大概是半个小时 当然不算买喇叭的钱 喇叭真的是太贵了 不算喇叭 其实是我个人受伤 里面没有任何的特效 就是单单是我分享 我跟我这两个35A的一个 为什么买到 大概就是这样子讲吧 就是再讲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流量就去到一万七千 所以这个视频从经济效率来讲 是我成本 是半个小时的成本 但是给 给我在YouTube 到现在为止 每个月都有比较稳定的 虽然不是很 那我可能 这个视频每个月都可以 为我带来几美金的一个收入 这是很特别 所以这种视频就是一个 随时难筹股 如果筹股的人 这个是刚开始的时候 它不会一下子增长很多 但是它会每个月会有稳定的质长 这种视频 如果多的话可以养国物 但是B站来讲 我会发现在B站 这个视频就没有在前四名 甚至前八 就没有在前八名 因为可能B站 这种了解35A的人 不是太多 有 但是可能不是太多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 真正对35A了解的人 可能还是很多 而这个数据 它不是一下子爆发 它是慢慢每个月 好像前几个月看 如果没记错半年前看 还是一万两千 现在就变成一万七千 就表示有人还持续的去看 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手机 最贵的iPhone X的手机 这个是被骂的最惨的一个视频 就基本上很多人是不喜欢 38个人不喜欢 23个人喜欢 其实这个不重要 喜不喜欢不喜欢 只要你看我就有钱了 但是可能喜欢的 YouTube可能会帮你推 我不太清楚 但是无所谓 反正这些对我影响不是太大 我看重的是这一个 因为看重的是这一个 就是广告 广告的广告时间 所以这个基本上这个定型 如果没记错的话 是放上去的时候 也是没有什么流量 然后当应该是Airjet 开始被人推广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在YouTube那边 搜寻这Airjet这公司 然后如果没记错 这流量是差不多一年后 才开始跳到一万三千多的 我没有任何的推广 可能有人把我的视频 放在他们自己的论团 还是什么 我不太清楚 我觉得可能是一年后 有一些人把这视频 分享在一些的群体里面 导致刚上传的时候没有流量 就之后一年之后突然间 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月流量 就突然间暴震 就突破了一万 我觉得是一个论坛的问题 所以论坛里面是骂得最惨的一个 很正常 然后第三个就是索尼F4的 这个支镜头的分享 我不是很 我 这个这支镜头是很便宜的一个镜头 但是在索尼F4的套机当中 它却是很有用的 就基本上很用的 但是我拍摄的时候 我没想到它会去到一万两千九 就表示很多人 对于这价位的镜头还是有 就应该是购买者去搜寻 这支镜头的一些效应 因为这支镜头真的太便宜了 如果你买索尼F5 或者是不是全服 是残服的时候 这支镜头绝对是一只赚钱的镜头 就基本上索尼F4的相机 而且它呼吸效应真的是还不错 我个人现在还是蛮喜欢这支镜头的 比G Master 我个人觉得比G Master划算 或者从成本跟价钱 或者从那些对比来讲 拍摄视频 这支镜头绝对可以帮你赚钱 如果你的钱不是太多 然后同样的也是这个视频 没想到这视频真理喇叭 我相信是很多人在搜寻这个喇叭 所以这一个视频 如果没记错 几个月还是在底下 现在又继续是爬升 我估计可能半年之后 这个视频就会爬升 超过这两个视频 成为第二个 所以这个就为什么 当有 我觉得有些这些喇叭的视频 它不是趁热点 但是它有一些的市场价值 因为有些人 在搜寻一些喇叭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现场去听 所以可能说 以前我是有露子喇叭的 我发现如果能够在网上面听到一些喇叭的demo 这个是对很多买喇叭的人很有很多帮助 但是在录制喇叭有很多的环境 麦克风等等很多的要求 包括网站的压缩 所以未必能够给你喇叭 有很多的压缩感 可能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也是有人把这视频分享在某个的论坛里面 可能是真理有一群忠实的分思 一直在听着喇叭 但是我个人很喜欢真理的喇叭 不瞒你说 我真的是很喜欢 无论是它从最小的8010 我自己用的是801人 这个8020是大一点 然后还有一个更大的 是83多少我忘记了 当我听到声音的时候 这三个从最小的到最大我听的声音 除了大小有分别的时候 那个味道那条式 我讲的是原厂的录音 真的是给我一种统一性 是别的喇叭我还没听过的 并不说会好听 但是它给你一个准确性 就对声音判断的准确性 无论是在什么地方听的时候 对声音有个准确的判断 这个是很喜欢的一个东西 这个不是广告 然后当然第四个 第五个视频就是天狼的12寸 这个是经典的喇叭 System 12 这个是很多人喜欢 应该是一万一千个浏览 这个是2018年拍摄 好像没有听demo 好像这个没有听demo 然后是对比 然后我就单单讲这喇叭 但这个喇叭真的是很经典 12寸天狼的喇叭 是我听过英国最代表性的一对喇叭 之一可以讲是之一 因为天狼是英国的 代表一个时期的一个喇叭 如果你找天狼 当然不是现在很 现在的天狼 好像它又出了一个新的 是中国制作的 好像新的我忘记是说dmx 我忘记是新的天狼的那种的高 就是说是高音跟中音的喇叭 结合成12寸那种的twitter 就基本上你看到一个天狼的 或者crossover 那个叫什么 变音是不是变音器 分音器 分音器跟喇叭 在eBay上面卖 现在都是跟35回的价钱是有的比的 还不包括音响 所以如果你去一个人的家 看到个天狼是有闪电型两个闪电在旁边 然后中间写的天狼的天狼的那个logo 那个就是贵东西 然后之后那个闪电就没有 那就变了 所以这是很经典 这是我相信 YouTube有很多的声音爱好者 在YouTube上面去找喇叭 找音响 这个B站可能有 B站可能有 但是我不太清楚 好 回到这边 然后第123456 第六个 第六个就是 Cave 我们想到这个会有人看 11 11个人 而且这个 这个基本上96个人都喜欢 这个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便宜的桌面型喇叭的对比 就是Cave的鸡蛋 跟应该是Cave的鸡蛋跟看一下 Cave的鸡蛋对MM1 Cave的鸡蛋对MM1的一个对比 就两个很普通桌面型喇叭的一个对比 所以当你看的时候 这个对比主要是我的录音会比较好 就基本上我如果没记错 我是用Sennheiser416去录音 而且我 不是我是用Sennheiser的416 跟RAW的NTR NTR 对NTR那个ribbon microphone 就是那个薄片麦克风去录制 其实薄片麦克风不太适合录制桌面喇叭 后来我发现了 因为它的低音真的太重了 所以如果录制喇叭的时候 还必须要用一些比较特殊的喇叭麦克风去录制 416勉强可以 但是不是太完美 最后我还是用了BioDiamme的那两个 所以你们看我之后的一些喇叭的录音的时候 那个会比较令我满意 满意点 但是这个是比较便宜的 这个是差不多1000多 1000多人民币的一个对比 但是现在我已经没有再用 这两个喇叭都已经卖掉 已经没有再用了 我现在用的就是真理8010A 你可以看我之后的视频 然后1234567 第七个 第七个就是索尼 索尼的分约或者是 分约就是固件升级 这个是英文的 英文讲的很烂 但是没想到这个这个浏览量居然有10 一万一万 但是喜欢的人不是太多 很正常了 反正我的我的视频都不是为你们喜欢 我只随便拍 但是我就大概知道 哪些人喜欢哪些人不喜欢 所以至少我可以了解这个是啥 所以这个就是可能 如果在YouTube的话 英文还是很容易拿到流量 所以在如果你是做一个中文的YouTube 你是有很大的挑战性 因为毕竟讲中文的人未必有很大一群人 未必能够那么容易去看到你的视频 不懂的话你自己去搜索 所以YouTube的英文是很容易拿到很高的订阅者跟流量 但是我这个就是中文的YouTube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这个是我喜欢的一条路 很难走 但是我想尝试一条路 注定会失败 1234567 这是第七个 然后第八个 这个是让我很吃惊的 就是Quad 国都 这是中国的胆基 你会看到这个也是声音 这是9000多的流量 但是你会发现 还是蛮多人喜欢的 还可以 就这个是那时候 Quad的开箱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还没有真正听过胆基的声音 之后好像好像我也录制一下胆基35A的一些喇叭的对比 我忘记了 好像有 我不知道有没有 好像有 对 好像有 我记得好像有录制对比 所以这一个我也是爬升上来 其实索尼A7A7R3这是第九个 这是最骂的最惨的一个 很多人5149很多人不喜欢 这个就是基本上当你遇到器材党的时候 你讲一些他们不太喜欢的东西 很正常都会有人反对的 但是无所谓 不往心里去 主要是能赚钱就得了 9000多的流量 这个还被我赚了10几美金 如果没记错 但是这个的数据或者这个的流量 就基本上停掉在这边 就会被这些声音喇叭的对比 慢慢的爬升 所以在一年前很多的时候 都是关于器材的在顶线 然后当我差不多这几年在看回去的时候 你发现喇叭声音或者一些这些的爬升 事实上我很吃惊的 特别是R35A 其实最早这个好像是这一年才爬升到我的流量最高的一个视频 在我的YouTube 所以现在我的YouTube每个月最赚钱的还是这一个视频 所以这个是 所以很多时候当你拍摄视频的时候 你不要在意的只是前面的力量 如果你是做YouTube的 但如果你是做B站的前面几个月的流量 基本上就是定型 但是也不一定可能会有些视频会慢慢爬升 比如说这个真理8020D的喇叭就是在B站爬升上来的 也是在我YouTube爬升上来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录制视频 因为我从来不会看这些的数据分析 我上传的视频我就放在那边 然后赚钱喜欢也好 什么也好就丢在那边 这个就是一个 就有点像就随便插流 无心插流 流不成就死掉 反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个人的喜好 但是这一个就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视频走向的一个 因为这现在的世界看视频真的是太多了 视频让我们眼花缭乱 所以有些视频的流量是通过的推手 可能后面有人帮他刷视频 或者是可以把流量刷上去 我相信我这些流量是真实的 因为我没有给钱给任何第三方去刷 或者去推上去 这个就是真实的流量 而我所知道的我的YouTube的Channel 基本上我的视频的流量都是他们通过搜寻 可能通过Google去搜寻到我的视频 我没有做任何的分享 所以这些的流量是别人找到我的可能性 三年 对我就是做任何一点点 三年就是那么一点 因为我的视频很难被去发现 我没有太过注重要报告我的视频 而B站 我发现我YouTube跟B站两个不同 YouTube上传视频的时候 前一个星期的流量是很低的 基本上才十几几十 但是之后YouTube视频会慢慢的成长 基本上YouTube的视频的流量是后进 就后面产生的流量 而B站的流量当我上传的时候 前48个小时 基本上我的流量就可以去到1000 或者甚至500到700 就前平均来讲 如果没进去的话 应该是至少去到400 300肯定有 就前24个小时里面 所以这个是我有在看的 但是我不放在心上 我看的时候是大概知道有多少人去看我的视频 所以我的视频的质量也不需要太多 大家随便看 我也随便拍 我也随便讲 所以好 这一个就是跟大家分享 所以做总结 所以当你拍视频的时候 你要想你的视频是为了赚取流量的话 我觉得在B站你真的是要 所以就你看到为什么B站需要很多的 所谓的 不可以讲是插边球吧 需要博取别人的 或者是从封面可以是从 我的封面都是很普通的封面 没有什么的特别 就比如说要不就从封面 要不就从字句里面让人家看到 哇一百万一亿 或者天安门开箱 开玩笑 或者是比如说什么 就你需要博眼球 就让你觉得 因为你就只有那一个星期 甚至可能就48小时时间 你需要充你的流量 把你的流量充破之后 你才能够赚取那视频的成本 因为之后你的视频基本上就被打入冷宫 这个可能就是整个自媒体 所面对一个严禁的一个挑战 所以充流量可能在中国 或者在中国内大陆 必须是一个很严峻 或者很诚实的一个问题 你拍这视频 你就必须在前一个月里面去充着流量 你能够充破一万 充破一百万 充破一千万 充得越高 你的视频 因为你当你充斥了以后 基本上你的视频的钱就已经榨干了 就基本上你视频成本能回成本的话就可以 如果不能的话 这视频就是亏本 所以这个在经济效应来讲 这个就是你在中国做自媒体 也需要考虑的 因为毕竟中国B站很少有人去B站去搜寻 像YouTube这样子去搜寻的产品 有了可能不多 但是YouTube它有个爹叫Google 这个真的是太厉害 基本上当你看YouTube的时候 你Google里面搜寻一个视频 搜寻一个产品 你Google搜寻一个产品 产品里面的一个选个那边讲视频的时候 它就会连去YouTube就会把YouTube的视频给推出去 所以YouTube的视频很多时候可以通过Google被推出去 所以YouTube的视频 你放上去的时候 你不用太在乎前面的流量 因为它流量 如果你慢慢建立起来的时候放在那边 它自然会挣扎 所以就为什么当 我的YouTube好像的订阅者才5000多个人 但是现在我的YouTube的收入 已经是我B站的几辈子多 就基本上你会发现 而且YouTube的收入比较稳定 但是不能养家户口 只能买咖啡而已 我的钱不多 但只能买咖啡 但这个就是我所三年后 或者是我最高流量的这八个视频 给我的一些学习到的一些启发 算是启发 所以以后拍摄视频 有些视频我真的想拍 就是像这两个视频我觉得是成功 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可能是成功 但是成不成功 我觉得不应该以流量去定 但是应该讲这两个视频 是为我赚钱 就基本上如果从我拍摄那么多 900多个废片里面 是基本上有两个废片是为我赚钱 我已经心满意住了 就基本上只要这两个视频继续为我赚钱 他就可以慢慢的去为我承受其他不赚钱视频的成本 所以这个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做生意的需要考虑 就很多时候你并不是每一件产品都可以赚钱 所以你就必须要有一些赚钱的产品 去维持你那些不赚钱的产品 这个就像你的兴趣 所以并不是每一个兴趣都可以拿来赚钱 所以你就需要一份工作去维持你赚钱的兴趣 所以拍视频只是我的兴趣而已 随便玩玩 但是也了解到这视频的 或者是这流量的游戏怎么玩 我不是什么大二 我也不是什么美人 但是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 也算是一个记录 好了 这个就是今天的分享 下次见 拜